我们肯定是要去做它的空头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是什么呢 就应该去做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高位在接着这个地方 它就自掌了嘛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自掌了嘛 我们现在就在高位去做它的空单 就这样可以看到 它的空单接着空单 然后往下看 往下看到什么地方呢 看到这个位置 看到这个位置 然后基本上这个地方就可以先抛掉一单 然后拿一个保温水 然后它一破 那破了以后你就多拿一下 然后它又一个自掌 它这个自掌呢 这个自掌注意一下 像这种这个地方 我在这里其实要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能量战法 其实你们学到现在 你们发现没有 其实能量战法非常有用 你们发现没有 能量战法其实非常有用 你们发现没有 看自掌看自跌 看自掌还有自 看自掌还有自跌 你其他的指标都是来的慢的 我可以告诉你 都是延迟的 MACD也好 KTG也好 都是延迟的 不管是MACD还是KTG 都是延迟的 唯一只有什么 只有能量战法是即时的 只有 MACD 只有能量战法是即时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当这个逆柱出现的时候 我们KTG是明显显示的是多头 KTG明显显示多头 但是我们能量战法 这个地方已经是显示是空头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是怎么 就是做空 就是做空 因为大趋势就是空单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做空 而且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有做空的理由 非常充分 再加上我们现在所学的形态战法 我们必须要什么 我们必须要看空到这个位置 这根K线我们就会抛掉了 其实这根K线我们就可以抛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很有可能 比如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出现一个上涨 会不会出现 因为现在已经按照我之前的说法 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上涨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应该 它直接后面 后面直接给你拉一个这样的K线 那么这个底部就形成了 那么这个底部就已经形成了 那么会不会出现这种可能性 会 但是呢 注意一下 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 它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它只出现了 它只出现了一次下跌 它只出现了一次下跌 什么意思 就是在进行下跌的时候 不会在进行上涨和下跌的时候 不会只有一次的 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 头肩底的形态了 那么这个地方下跌 它必然会形成 就比如说这个是头目 那么这个地方的下跌 如果要是真正形成一个 那当然如果这个是甲底 它直接上去 那当然咱们就不说它了 如果这里要真正形成 这个形成真底的话 它必须还要再跌一步 把这个地方跌成肩部 才能够形成真正的 头肩底的形态 能理解了吗 能理解了吗 你看 就是什么呢 在像这种 像这种位置的这种跌 它一般来说就是什么 就是一种 就是给你一个假信号 让你以为这个地方还要在涨 让你以为还要在涨 那么其实在这个涨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什么 最好理解就是能量战法 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种黑线一出 就代表着我们整个局势 其实就是空头了 整个局势就是空头了 好 我觉得这个还是 还是还是这样 你们继续提问题 啊 继续提问题 我觉得这个提问题 因为知识点 我都已经交给你们了 知识点我都交给你们了 后面就是 就是你们看你们的理解 这个东西的问题了 后面就是你们能不能理解 这个问题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